你是不是常常在遇到電腦問題的時候 找不到人可以問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高手 而電話另一頭的電腦高手 卻聽不懂你到底在問什麼 這個時候的你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沮喪 一個電腦畫面的狀況要用電話講半天 對方還是聽不懂 這個時候你會出現憤怒的情緒 挫折、喪失自信還有歇斯底里 你是不是恨不得把電腦直接搬去電腦專家的面前 期待他幫你解決問題呢? 問題是高手並非住在你家隔壁啊 如果你能夠直接把電腦畫面拍下來 直接傳給對方 是不是能夠快速的解決你的問題呢? 如果你能夠直接把電腦的操作畫面 錄製成影片 直接傳給對方 是不是能夠更容易的表達你遇到的電腦操作問題呢? 你好,我是流奶爸 今天我們就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對了,如果你不知道流奶爸是誰 請到Google搜尋一下流奶爸三個字 你就可以找到我很多資料 首先你會看到我的部落格 並且在右邊的關於流奶爸 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我很多關於過去的工作經驗 還有廣播採訪 還有我過去開的課程 接下來呢 我要告訴你 網路上有很多小工具 除了可以用來解決問題 還可以拿來賺錢 還可以拿來賺錢 為什麼?怎麼賺呢? 我們來看看簡單的小工具如何操作吧 這是一個簡單的小工具 它可以截取螢幕的畫面 譬如說我要截取這個區域 然後把它放開 我就可以把它儲存成一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呢 我就可以把它做標示 假設你會利用這樣子的軟體的話 你可以製作說明書 利用說明書 你就可以把這個說明書拿去賣 或者是你做一些操作手冊 任何商品的操作手冊 或者是任何軟體的應用說明 你都可以把這個電子書拿來販售 這個就是軟體為你帶來的效益 或者是你有問題 你要詢問別人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個軟體 然後在這個圖片上面去打字 或者是把它做標示 那你可以馬上把這個圖片 截取的圖片傳送給這個電腦工程師 就是讓它幫你解決問題 這是一個軟體的應用方式 那又或者是呢 好這個功能 我們另外再看到一個功能 很棒的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錄成影片 比如說OK 我要錄製的影片畫面是這個區域 然後我選擇錄製影片 這個時候呢 它就開始倒數計時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錄製起來 那錄製完畢之後呢 我們來Finish 結束這個畫面錄製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按播放 你就可以把這個畫面錄製起來 那錄製完畢之後呢 我們來OK 這個軟體很棒 所以呢 它不但可以解決你電腦方面的問題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說明書啊 拿來販售 或者是你做成的影片啊 拿來販售 做成一個簡單的創業行為喔 這是一個很棒又簡單的小工具 圖中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機畫面 那它是無線的操作 等於說我的手機 跟我的PC電腦 其實是不需要連線的喔 所以我不需要去購買任何連線的設備 去連接我的PC和我的手機 它全部是無線的 所以只要是把這個軟體 把這個網站打開之後 然後用密碼去連接之後呢 我的手機操作畫面 我只要操作我的手機 那我的電腦畫面就會直接出現 我的手機畫面 就是這麼簡單喔 所以這個工具軟體 非常非常好用 它在我上課的時候 可以直接展示我的手機畫面 直接操作我的手機畫面 給我的學員了解 我在教的內容 它也可以去把你自己 如果你應用我們剛剛的那個 螢幕截圖 還有螢幕錄影的軟體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機操作步驟 擷取下來 然後傳送給電腦工程師 或是給你的朋友 他們就可以幫你解決手機的問題 這是非常好用的展示工具喔 看過了以上的操作畫面 我們的課程主要是教你 如何快速的擷取電腦螢幕的畫面 還有如何快速的錄製電腦螢幕的畫面 然後呢 還會教你如何同步你的手機畫面到電腦的螢幕上 我知道你現在心中想要問哪些問題 我們一一來幫你解答 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問說我的電腦是Mac電腦能夠使用嗎 答案是可以的 這個軟體它可以用在Windows系統 還有Mac電腦系統都支援喔 第二個問題 軟體要多少錢 其實你只需要購買這個教學課程 軟體是不用錢的 那你該如何學習呢 我們提供線上的影片教學 你可以隨時LINE給我 你的Gmail 只要你在付款之後 LINE給我你的Gmail 我們就立即開通你的帳號囉 第四個問題呢 網路連線不穩的時候 看影片不順怎麼辦 你可以直接下載這個影片檔 回去自己的電腦主機 離線觀看喔 第五個問題 有沒有不滿意退費的保證呢 因為購買的是影片 就好像你購買DVD一樣 所以不能退費 但是但是聽好囉 你可以用LINE跟我聯繫 我會將您的問題 另外再錄製成更詳細的影片給你 保證讓你學到會 我想這個才是你要的吧 保證讓你學到會 當你學會了這些技術 你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第一你可以解決電腦操作的煩人問題 第二你可以製作自己的教學影片 第三你可以拿來網路創業 販售教材 你可以利用這個軟體 製作你自己的教學影片 當做你的販售教材喔 不知的代價就是花費別人數十倍的努力 最得到失敗的結果 知識是一種人生的槓桿 一旦你比別人多懂一些 你將超越對手數十倍 你要學的只是 第一步下載軟體 第二步安裝軟體 第三步使用軟體 你花的時間卻只要短短的 60分鐘就學會囉 解決電腦的問題 享受快樂的人生 趕快看看底下的優惠方案吧 記住 成功人士和失敗者的差別不是智慧 而是在於什麼呢 行動力 如果你想改變 只要做到一件事 立刻採取行動 邁向成功 結果 成功了 最後特徵 成功了 成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